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才因为电动车意外频传在大陆声誉受影响 现在又因为旗下SpaceX的星链卫星成了大陆的眼中钉 原来SpaceX开发出强大的卫星投放能力 透过低轨道卫星群提供覆盖全球的宽屏渗网服务 也就是所谓的星链计划 只是大陆单方面指称SpaceX的卫星差点撞上他们的天宫太空站 天宫太空站差点被撞引起大陆网友群体踏罚 有网友说该给太空站的机械手臂上剪刀 还有人骂老马的破卫星要碰瓷大陆的太空站 大陆外交部更像是剪刀枪趁机炮轰美国搞双标 美国口口声声宣称所谓负责任外空行为概念 自己却无视外空国际条约义务 对航天员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大陆官媒当然也是一个鼻孔出气把握机会开马 现在太空上的各种航天器甚至是太空垃圾在不断的增多 航天器面临的风险也在增加 从央视到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全都加入骂马斯克的战局 马斯克和SpaceX需要给个说法 他们的卫星到底为什么要干这种威胁中国空间站和航天员生命安全的事情 大陆航太专家猜测美国可能透过这两次机会 探测大陆太空站能否准确掌握他们的行动 只是对于陆方单方面的指控 SpaceX目前没有证实也不给回应 TVBS新闻综合报导